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段测试脚本 那么我们现在呢 先做一个假设 就是咱们这个php问的这个系统 它呢 有一个业务要求 每一个用户 只能登录一次 比方说我们应该大家如果使用过QQ就能知道 如果说你在这边登录 那么你的手机或者另外一台电脑上的这个已经上线的QQ呢 就会被踢下线 就是它同一时间你的这一个账号呢 只能登录一次 我们假定php问的它也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这个时候呢 对我们设计系统次脚本来说就会是一个考验 相当于我们如果要并发一万个用户或者并发一千个用户 那么我们至少要准备一千个这个参数值 这样呢 才可以确保 我们这个获取到这些不同的用户名 不同的这个用户账号 它呢 是能够满足这个业务要求的 否则的话呢 那意味着它就会重复的来使用这样一个用户名 那这样呢 系统就没有办法啊 完成后边的工作 因为呢 第二个次是没有办法允许登录的 那这是我们一个前提的假设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来完成这个测试呢 那就我们就需要使用到唯一性参数了 OK 注意一下 唯一性参数使用的场景 那就是呢 只能取一次值 在测试运行的时候呢 只能取一次值 在取第二次值的时候呢 它的业务就会出错 OK 这是唯一性参数的使用的一个前提 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要求的话呢 咱们就没必要使用唯一性参数 那么唯一性参数的使用呢 我们还会结合着 因为我们讲过 它一定要模拟很多用户 所以唯一性参数的使用呢 我们会结合这个虚拟用户来使用 这个虚拟用户的设置呢 是在controller这个组件里边来进行的 那么这几个呢 咱们的主要目的是来讲解唯一性参数 所以对controller的一些操作呢 不会做过多的讲解 把我们用到的给它过一遍就可以了 因为不像其他的参数类型 咱们呢 在微游镜里边直接调试就可以看到结果 这个维一性参数呢 必须要结合controller并发多用户才能看到相应的结果 OK 这是两个前提 咱们现在呢 就一起来把这个基于这个业务要求的一个假设前提来把这个功能给完善了 那现在我们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那一定要准备多一点 但为了演示方便 我就还是只准备十个用户 继续往后边增加 15 16 17 18 19 好 这边有一个用户名密码出错了 那么我们呢 把它改过了 确保都是正确的 当然了 其实大家会注意到啊 在这边我们的密码都是同样的 相同的 这个对性能有没有影响呢 只要用户名不一样 这个密码是否相同 对性能的和这个真实场景的影响来说呢 是没有的 所以可以大胆使用 在这边呢 也顺便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技巧 就比方说我们真实的一个性能测试的系统当中 我们可能这个系统里边本身就已经注册了很多真实的账号了 几万个 几十万个 几百万个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尽量直接使用这个系统里边真实存在的这个用户名 但是很多系统我们的密码其实它是加密保存的 比方说通常会使用MD5的加密方式 加密过后把它保存在数据库里边 我们获取到这个不同的用户名了以后 但是这个用户名对应的名文的密码是什么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那这个是怎么办呢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是在测试系统进行 所以我们大可以随便的去修改一些这个必要的数据 我们一种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在数据的这个保存用户名密码的这张表里边 直接把密码的那一列给重新修改成其他一个列名 然后呢 再新建一个列名叫password 把它这个列名里边的所有的值改成12356或者其他一个什么相同的密码 加密过后的MD5支付串 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无论是使用哪个用户名 它的密码呢 都是一样的 那这样呢 就节省了我们很多这个准备数据的一个时间 好 那么现在我们参数准备好了以后 相对这边就有十个参数 那么对于这十个参数来说 我们现在就取用户名啊 对于这十个参数来说 我们这边选择了一下和密码保持同一字 因为由于是同样的这个密码 所以这边我们就索性再直接省一点时间 这个用户名还是正常取这个密码的这个参数呢 我们甚至都可以不用它 暂时先忽略它 我们在这边直接写出它的用户名的密码是123456 那只对用户名进行参数 因为密码都是一样的 这也是一种这个比较简单的一种处理方式了 而且对性的这个结果的影响呢 是没有可以大胆的使用 相对我们现在这边只关注优众内容这一类 那么我们把它的选择值的方式呢 选成这个unique 选成unique唯一的一个参数取出 那这个时候呢 继续往下来看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选项 update value on 是一起 iteration 每一次这个迭代更新一次值 那我们就保持默认 好 这边有个第三个选项 win out of values 当这个取值超出了这个范围以后 让lowrunner怎么来处理 默认的处理方式是continue with last value 从通过最后一个值呢 继续 好 这边由于我们需要去做对这些参数选项进行实验 所以我们这边啊 咱们就不再使用这个暂时啊 在这个演示的过程当中 我们暂时呢 不使用这个登录的这个请求了 我们先把这个这些基本的选项搞明白啊 否则后边呢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设 我们把这个登录的请求呢 也先给注视起来 后边演示明白了 我们再来用登录啊 对它进行测试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呢 直接通过取参数的值的方式啊 来看看它的表现特征是怎么样的 那么除了在这种破设请求 或者get请求里边取参数 我们使用大括号以外 而且直接啊 等于大括号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我们要单独的在外边使用这个参数 获取参数的值 那必须要使用 L2EVO使征 这样一个参数 那么就解析这个参数里边的值 好 里边双一号 大括号username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取到这个username这个参数 它的值 调用L2EVO使征这个函数 那这个值怎么办呢 我们把它输出出来 使用L2OutputMessage 输出这个值 这边这个L2OutputMessage呢 这个函数啊 完全等同于C语言当中的printf 但由于lowrunner呢 对这个打印输出的这个函数进行了 这个重构 重新对它进行了一些功能上的增强 所以呢 L2 L2EVO自己又开发了一个LOutputMessage的这个函数来覆改C语言的printf 因为我们讲过 L2Runner默认的测试脚本呢 都是使用C语言的编译器来进行的 所以C语言能够使用的函数在lowrunner里边都可以使用 但是唯独呢 有几个特别的函数 sprintf 这个printf 还有的话呢 还有像print啊 这样的一些打印输出的函数都被lowrunner的自己的函数给替代了 那么这个printf呢 就不能在里边使用 但是它的 它们两个的所带的参数都是一样的 比方说LOutputMessage 除了直接带一个制度传以外 我们呢 也可以加一个 这个站位服务 比方说百分号s站位表示呢 这边后边对应的是一个支付串 百分号d表示是一个整形 这个是C语言的printf一样的东西 这个功能在咱们LOutputMessage一个函数也是可以的 所以它是完全等价的 了解一下 好 我们现在呢 相当于在输出这个阐数名来运行一下 好 这边呢 运行了几次啊 每一次呢 都在输出这个值 有点实意 好 这边我们看到啊 它的日子呢 有点多 我们其实只现在只需要关注它的输出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去修改一下 它的运行时的日子输出选项 在RandomSetting里边 在RandomSetting里边 Log这个选项底下 直接呢 禁用掉Log就可以了 再来看一看 好 这边呢 就是完完整整输出 我们想让它输出的东西 去除了一些杂乱物章的信息 好 我们现在有输出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 我们输出了五次 然后这边呢 参数列表使用的是唯一性的参数 每一次迭代更新一个字 正好五次 但是这边有十个参数 所以呢 暂时还不存在说这个参数取值错误的情况 我们现在让它运行 十次 那这个超过十次 比方说就十五次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参数取值的情况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后边当取到第十九个 第十个参数以后 后边的取值呢 报错了 parameter username no more unique 没有更多的唯一参数值 可供这个参数使用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根据 它的策略 continual with last value 根据这个选项 那么它呢 以最后这一个值 作为它的输出值 这个时候本身就是错误 汇报错 因为呢 它已经失去了 获取唯一性参数值的一个 基本的功能 在这边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 这个唯一参数 我们把它改成顺序起值 那么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它会轮轮轮轮轮轮 取到第十九 第十个以后 那又从第一个开始取 比方说我们这边取到 最后一个第十个 好 又从最后一个开始取 咱们这样 把这个参数值稍微修改一下 从第十一个开始 否则看到去呢 总是啊 这个顺序性没有那么强 取到 从第十一个取到第二十个 后边加个回撤 好 这样呢 它就继续在循环 这是sequential 但是unic我们刚才看到 它就会报错 但是报错了怎么办呢 它就要根据我们 获取值的方式 默认是continue with last value 还有一个选项 叫continue in a cyclic minor 循环的方式来取值 那这个循环的方式来取值 就跟sequential的没有区别了 所以这边不再延时 还有另外一个更狠的 abot waves 直接终止这个脚本的运行 好 这种方式我们再来试一下 看看效果是什么 二十第十一 确认一下 参数选项 怎么没有改正确 修改了这个选项 没有保存好 unic bottle wave 选择close 点击close这个按钮 它会保存 如果点上面这个关闭按钮 它不会保存 注意一下 close 好 重新再来运行 好 我们看到运行完 到第十个以后 后边就没有办法再运行了 它直接终止了 因为它的问auto value的策略是 直接abot 直接终止 所以这是参数 唯一性参数取值的 这几个选项的一个作用 那么通常情况下 我们建议大家使用的方式呢 是使用循环 因为有时候很难确定 一定不会出现错误 那 出现错误 我们最好的方式呢 当然就是说 这样让它不要出处啊 每一个参数都能够只获取 唯一之指 但是万一出现了问题以后 最起码呢 不会让我们整个性能测试中止 虽然说呢 测出来的数据可能不太准确了 但是最起码呢 我们还能够继续跑下去 如果是这种 但是呢 在调试的过程当中 在调试的过程当中 我们建议大家使用abot 一旦不够直不够取了 直接就终止了 不要再运行了 让它就让它报一个错 因为我们调试的时候 肯定就是希望有错误 尽早的在调试的过程当中发生 而不是在真正运行的过程当中发生 所以这点调试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让它终止 好 下面还有一个allocate VuserValue in the Controller 分配虚拟用户的这个值 在controller里面怎么来分配 有一个自动分配 Block Size automatically allocate block size 自动的分配 这个快的大小 还有一种来分配 多少个值 for each of the user 这两个呢 我们需要理解一下 这个主要要理解一个概念 叫block size 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在lowrunner当中 它主要要理解是 它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来保证 每一个虚拟用户 它呢 能够获取到唯一的一次值 比方说我们现在这边 有十个参数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先先回到这个界面上来啊 比方我们先来做一个模拟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十个参数 那么我们如果并发五个用户 那么每个用户呢 只能取两次值 如果每个用户取三次值 这样呢 就超出了它的唯一性的一个要求 它一定会出错 如果有十个参数 五个用户并发 那么只能取两个值 那也就是意味着 我们在做新的试试 实施这个值行的时候 我们只能并发五个用户 并且只能运行两次 那么如果有一百个参数 我们并发五个用户呢 每个用户就可以取二次值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block size 它对应了这个值 就应该是等于 咱们的参数个数 除以并发用户数量 比方说我们这边 有十个参数 那么我们现在并发五个用户的话 每一个用户呢 就只能取两个值 就是分配两个值给每个用户 这样连起来 就很好理解这个意思了 或者说呢 让它自动分配 让它自动分配的时候呢 它的策略也是参考 我们虚拟用户的数量来分配 那在这边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能尽量手工去明确告诉它 它到底取多少资值 因为我们更清楚地知道 这里边参数到底有多少个 然后的话呢 每一个虚拟用户 我只给它两个值 那同样的 这样设好了以后 我们再来调试一下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选项虽然我们已经修改了 而且一旦值不够取的时候 它会直接中止 每个用户只能取两个值 但是我们在VUGIN里边调试的时候 并没有办法感受到这样一个错误的存在 它还是跟以前没有做这个修改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因为要并发五个用户 所以呢 就需要接触Ctrl2这个组件了 因为在这个VUGIN里边呢 它默认的相当于是一个单线存在运行 因为它只是调试 调试一个脚本的基本功能 所以我们这边要并发五个用户 那么就需要进到Ctrl那 在拖子菜单底下 直接打开Ctrl 那么进到Ctrl那之前呢 咱们最好把这个脚本先保存起来 先保存一下 好 然后呢 打开Ctrl 这边默认有一个用户数量 我们直接输入 Ctrl那就是我们做性能测试 执行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界面 VUGIN开发和脚本了以后 那么要并发多用户执行 就在Ctrl那里边 我们刚才已经选择了并发五个用户 OK 那么五个用户 我们呢 让它 每个用户只能运行两次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让它运行 比方说 这边 这边有一个策略啊 我们先直接切换到这个 Basic Schedule 用最基础的这种方式 那么直接运行 运行呢 它的策略是运行直到结束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会运行一次 好 现在呢 咱们并发了五个用户 就直接来运行了 看看它运行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报错 到这边 我们看到了一个运行的画面 好 我们发现五个 Field 有五个失败的情况 右键 选择这个数字 在这边也可以啊 直接点这个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个错误 到底是消息 在说什么 说的都就是 Username这个参数 没有更多的参数值 我们明明五个用户 每个用户取两次值 十个参数应该是够用的 那么在这边 我们呢 还可以看看它具体的日志 右键选择这个Field 下边的这个数字 右键 修VuserLog 显示虚拟用户运行的时候的一个日志 好 我们来看看 好 这边呢五个用户会有五个日志显示出来 它的错误 都在说 没有参数 没有更多的参数 给Uername来取 什么原因 这边呢 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虽然这边 只是并发了五个用户 但是我们 并没有在运行的参数里面 明确设定运行多少次 那么在没有明确设定的情况下 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Runtime Setting 开发脚本里边 设了一个15次迭代运行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在Controller里边 每一个用户相当于运行了15次 我们来看看Controller这边的选项 里边也有个Runtime Setting 在这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它会直接把这个脚本的设置 继承过来 每一个用户运行了15次 五个用户 每个用户运行了15次 那么唯一性参数取值要求 就必须要是75个参数值 而现在我们只有十个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咱们呢 就把这个实物改成2 五个用户 每一个用户运行两遍 这样十个值就刚好够去了 那么设置好了以后 我们再来点击运行 看看这一值还是否会报错 OK 我们看到这一值都pass 没有问题 修ValueRub看一看 每一个脚本都是正常的 没有输出任何错误 OK 当然为了做这个实验 验证一下是不是刚才那个选项的原因 我们继续来修改一下它的运行参数 我们直接把这个 运行次数改成3 那么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需要15个参数取值 那这个时候一定又会报错 我们看到又出错了 错误消息是一样的 那改成2那就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 咱们的这个迭代次数呢 一定要设好 这就是UNIQ参数这种方式 它的一些取值方式 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弄不好的话呢 我们设置错误就导致在新的试试 就没调试好 那么在新的试试执行的过程当中 就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些错误 而这些错误呢 它是不单会影响我们测试脚本本身的功能 它本身一旦发生了这种类型的错误 我们测出来的新的试试结果 也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那当然这边我们看到了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过程 其实就是并发一个用户 然后呢修改好我们运行次数就可以了 在这边呢 我们场景运行的schedule 选择的是basic schedule 最基础的那种schedule 那么最基础的那种schedule呢 就告诉我们并发多少个用户呢 五个 那么什么以什么一种方式并发呢 同步的方式 也就是说这五个用户同时并发 其实它还有别的策略 比方说每一分钟我们并发一个用户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会看到 这五个用户要并发完了 就需要五分钟 每一分钟并发一个用户 这样呢 其实就可以模拟一些更真实的场景 比方说这些用户数呢 是慢慢的增加的 当然这些具体的场景设计呢 我们后边的课程会专门再去给大家额外的去介绍 先大概有一个概念就行了 我们呢这边只是为了调试这个唯一性参数 所以选择Simbus 同步的并发五个用户 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五个用户一次性的并发完成 然后呢运行直到结束 这边我们也可以设定运行多长时间 或者呢永久的运行都可以的 那么另外呢也特别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真儿八经在做性能测试执行的时候呢 这边的Iteration其实建议都把它改成1 调试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多改改成任何次数 我们需要的次数 因为为了调试脚本 正式运行的时候都把它改成1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真实运行的时候 这个性能测试的脚本呢 会让它一直运行 运行一二十分钟 二三十分钟 甚至几天几月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让它这边Iteration呢改成一次 我们通过什么来控制它运行多少次呢 我们其实是通过它的这个运行时间 比如说在这边啊 我默认是运行这种直到结束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该运行多少次就运行多少次 我们通常情况下做性能测试的时候 真实的情况都是选择让它运行多长时间 比方说这边Run for零天五分钟 那么我们相当于这个脚本呢 就会持续不断的运行五分钟 一直运行一直运行 直到五分钟时间到为止 它就会一直去调用这个运行 那无论多少次 这个我们就不用去关心了 我们只关心时间 因为我们做性能测试 要为了达到一个系统的稳定的测试的一种状态 我们需要运行很长一段时间 不是一次两次就可能能够测出性能的 至少我们得保证它运行了20分钟左右的样子 基本上半个小时呢 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时间选择 但根据时机的情况呢 也会有一些差别 有可能10分钟可以搞定了 有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小时 甚至一天 有时候我们去测这种长时间运行的这种稳定性测试 有可能我们就让它这个脚本一直在跑个10天半个月的都有可能 在后边是场景设计的时候 我们再会给它去细化这些东西 那这边呢 提到这个选项了 给大家这个做一个补充 就是在真实运行的时候都把它改成1就可以了 然后呢 通过 我们不是通过那边的iteration的次数来控制它的运行时间 而是通过这边 到底通过运行多少时间 那么如果说它每一次运行花了5秒钟 那么5分钟之内呢 就可以相当于可以运行这个600次 那不对啊 这个 每一次运行我们假设花了6秒钟 那么1分钟可以运行10次 那么5分钟呢 就可以运行50次啊 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的 那如果每一次运行的时间更短 那么它运行的次数呢 就会更多 那所以通过时间来控制这个运行次数 再强调一下 好 通过这样的一个条式 我们就能够理解 咱们的这个参数化取值 唯一性参数取值是一个什么概念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 在这边啊 直接再把这个登录 取消这个注释 在这边再来运行 那道理都一样了 还是通过唯一性的方式 或许就在那边这个参数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打造我们 达到我们的这个假设的业务要求 那后边的运行 怎么并发用户都是一样的了 那么就不再演示 好 以上的这些内容呢 就是关于Lowrun的里边啊 唯一性参数这个设置 它的一个基本功能 那么这些课呢 咱们就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